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那里面的减充 在这种旅程中 在那里面的减充 在那里面的减充 跟他一切是 好 你这种顺充 在那里面的减充 不得了 谁��度做金刚拳 你这种东西 有什么追求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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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propre社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开始讲广说 愿彼汉则乱 也愿菩萨云 嫖江五边水 清凉则日苦 那么在这里地狱的道理是简单的已经说明了 首先我们对汉地狱里面的可怜的众生进行发悲心 因为汉地狱有关的经典当中也是大家知道 它中为大致分类有八大地狱 八大地狱当中它分别为巨宝地狱 烈宝地狱 还有二九九地狱 然后就是糊糊破地狱 过了之后 凌入青年华 凌入红年华 凌入大年华等等 中间有个惊讶地狱吧 这个八大地狱到处都是冰天雪地 应该说是在转生到这里面的众生 整个身体全部都是以汗能开始裂开 就是非常的痛苦 平时我们在藏地也好 东北也好 就是到寒冬来月的时候 真的是如果我们此生裸体 就是待在外面的话 就是非常的寒冷 就是非常的寒冷 那么这种感受呢 就是根本没办法 避上地狱的这种一份痛苦 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妄争莫记 就是根本没办法比较的 但是我们现在活在人间 即使冬天稍微寒冷的时候的那种感受 也实在受不了的话 真正转生到那些地狱里面的众生 是多么的可怜 因此我们把善根回向给这些众生 其实菩萨的发愿力是不可非议的 我们通过这样回行以后 无量的地狱众生 善冷当中也可以获得解脱的 所以大家平时遇到善冷的时候 也应该这样想 而且我们所作的善根 也应该这样想 地狱里面的话 的确是非常的可怜 我们人类如果善冷的话 可以加衣服 可以房子在夏天的时候 也是装修 或者冬天也是在里面 按空调或者乱风期等等 可以这样的 但我们地狱没有这样的 但愿让我们的发愿力 让这些地狱众生获得温暖 获得快乐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然后对热地狱 热地狱也是进行回向 因为热地狱里面的众生 不管是大哪里 全部都是吃热的大地 当然这个层次也是不同的 首先是大概这份内 有八个热地狱 复活地狱 然后黑森地狱 黑森地狱过了以后 就是这个综合地狱 就是复活地狱 综合地狱 然后就黑森地狱 黑森地狱以后的话 开始这个豪教地狱和大豪教地狱 烧热地狱 急烧热地狱 然后呢就是无间地狱 就是这些八大地狱的话 那么就是到处都是火坑 到处都是这个火焰 就是我们平时在人间的时候 就是遇到火焰 遇到一个小小的火星 落到我们身体上的时候 痛得咬命 实在是没办法认的 但是在这个热地狱里面的众生 就是完全不是这样的 我们人间的一个火焰 就是根本没有办法逼的 在什么《叶分贝经》当中也是说了 我们平常的这种火 就是火的气倍的温度 就是弹象火 弹象火的气倍的温度 就是说这个结末火 结末火的气倍的温度 就是地狱的第一个 也就是说是复活地狱的 然后就是层层向下 到了这个无间地狱的话 那就是这个温度是最高的 所以我们世间的一个高温 或者是一些大工厂里面的这种高温 根本没有办法比较的 因此这样的地狱当中 如今也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正在受这种吃热的这种痛苦 让我们通过这个发愿 通过发愿让这些众生要获得这种良爽 获得这种快乐 通过菩萨也好发菩提心的这种加持力 加持力的话 在地狱众生也降下这样的干领 雨水 然后让他们所有的火焰熄灭 这样的苦海当中的众生获得解脱 我们这样发愿的话 这的确是有功德和有这种能力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缘彼简业灵,西城没了缘,贴辞,树者敢贤成如意说,缘越成了缘,舍以欧厄雅,月淫没费情,芬芳大莲池》 它这里首先讲的是唐为康,而不是简业灵,就是简业灵 那么这个简业灵在地狱里面遭受无量的痛苦 最后好像是地狱众生觉得自己已经获得解脱了 获得解脱的时候,就远远的地方看见绿油油的这种郁郁冲重的圣灵 然后他当时特别的欢喜 因为在燃烧的地狱当中感受得炽热的痛苦 然后他想到那里去量,然后到那里过着一种清凉的生活 到了那里之后,原来根本不是一般的圣灵 所有的这些树林全是各种兵器 然后众生的业里的风一吹动之后 上面所有的这些兵器落到了地狱众生的身体 然后整个地狱众生的身体全部变成碎片 全部变成碎片,然后非常的痛苦 在这里在无量无数的岁月当中,就开始感受痛苦 还有恶购罪者,还有各种废弃 吃着他的土木老鼠等等,有各种各样的痛苦 但是我们这里发愿,愿正在 现在也是在监狱当中感受这样无量的痛苦 其菩萨的发愿力,让这些生命全部都真正变成了 就是人间的各种花园,各种圆灵,各种一些美妙的生命 让无量的这些地狱众生立即感受到快乐 然后做的这个铁词书,铁词书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呢,当然,转生到地狱当中的众生 一般在人间的时候做邪音 在不清净的一些行为所导致的 转生到那里的话,如果是他贴持树的话 就是一棵非常大的绿树 然后绿树的上面,好像他以前喜欢的亲朋友 他正在呼唤着他的名字,然后他自己也特别想念他 就马上沿着树,他爬上去 爬上去的时候,树上面的所有的树叶 全部都是变成针啊,嘴啊,各种兵器 然后刺着他,往下刺着,往下对着 然后他上去的时候,整个内脏和身体 全部变成,切成一片一片 到了那里的时候,支撑了一点呼吸 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可怕的肺青 一些动物开始进行吃掉 这个时候,他的树下,树下又呼唤他的名字 又向下来,向下来的时候 原来的这些树干,全部变成了兵器 向上吃着他的身体,是这样来感受痛苦 当然,有些经典里面说,这是一座山 这个山上面,有很多的铁齿的树长着的 然后,也是刚才那样,沿着树上去的时候 也是身体遭到各种树上 然后到了山顶上的时候 没有原来他所喜欢的朋友 而且遇到各种恶狗和一些铁嘴乌鸦 然后也吃着他 然后那个时候,在山下喊,有各种说法 但不管怎么样,地位众生的业力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他也看着这些铁嘴乖 和这些铁嘴乖 有很多人感动的 有很多人感动的 这是我感觉的 所以说,我们的经典里面 如果那样,我会觉得 从来有很多人感动的 都会有很多人感动的 但是,他们就会有很多人感动的 但是,这些时候 有很多人感动的 是这个人感动的 所以,我们感动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现在正在讲 这样的铁柱山业 铁柱树上面 感受无量无边的 以前在自己人间的时候 做各种不经行为的果报 就是感受的这些痛苦 那么通过菩萨的发愿力 让他们这种铁柱山的地方 全部都变成悦意的 让这个铁柱树也变成如意树 天间的如意树 你在他的下面怎么样祈祷的话 可以说是满足你的一切愿望 一切的这种所需 通过如意树子上全部降下来 应该我们想到 每个铁柱树的这些众生 都得到天上的如意树那样的 吸体和甘露快乐 就是这样来发愿 然后总而言之 地狱当中 凡是所有不快乐的 燃烧的地方 寒冷的地方 这些种种不悦意的 恶劣的环境全部都变成了 就像我们人间的乐园一样 全部都人间乐园 那么人间这样的乐园 编绝着各种废青 就是像黑鹅 还有天鹅 以及我们世间的大烟 还有大鹏 还有空雀 各种非常宣言 颜色美妙的废青也装着 他们也发出完全动听 悦耳的这种声音 然后同时在那里 也是有白莲花 青莲花 还有人间的各种鲜花 也装饰着这样的乐园 然后也发出芬芳的这种香味 让这些地狱的众生 原来的不清净的地方 不快乐的这些地方 全部消失无欲 有一瞬间就变成天堂一样 变成天界一样 应该他们各自享受 所有的人间天间的各种快乐 感谢观看 最高的客户 的这种非常事 一切二维极度 他们做得更多的 对方做得更多的话 为了温柔的地方 你们要求了 特别人事求不松 他们是早已为了 工人事求不拥有 所以我们将可以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面讲的经典地狱里面的唐维康 唐维康大家也清楚在地狱里面感受了漫长燃烧的痛苦之后 最后他觉得已经解脱了 然后他前往的过程当中 才远远的地方看见一个黑影的妙康 然后他觉得在那里休息在那里应该有一种清凉的感觉 结果地狱众生到了前面最后堕入到非常深的火康里面 而这个火里面全部是火炭 燃烧的火焰 就像我们有些大工厂的火炕一样全部进到那里 整个地狱众生的膝盖一下全部埋在里面 然后有无数的监路族开始进行扼打他 在那里感受无量的痛苦 然后我们发愿在回向的时候 现在也是有无量的众生已经堕入在 尤其是唐维康很多都是以贪心业造的恶业以后 最后感受这种果报的 所以我们人间的时候也是造这种业的人是非常多的 那么这样的众生从中获得解脱 我们这样发愿 而且唐维康的所有的火炎 火康变成各种珍宝 各种琉璃 还有蓝宝石 红宝石等等变成各种珠宝 然后在整个地狱里面 包括无间地狱和燃烧地狱的很多地方全部是燃烧的铁地 让众生的身体稍微解脱的时候 全部马上焚烧无欲 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些无边无际地狱的大地 全部都变成了非常凭准如掌的水晶地 还有特别可怕的综合山 综合山以前也讲 地狱的时候讲过 我们现在所杀的这些动物也好 所杀的众生 到时候在两边的山 这个山性相当于 以前你所杀过的众生 我们这里有些人可能杀过鸡 有些人杀过可能 什么牦牛杀过的 一般没有吧 杀鱼 吃鱼 那这些真的到时候就非常可怕的 这是众生的业力现前的 可以现前的 然后你地狱众生夹在中间 把善意并合以后 身体都全部摧毁 由众生的业力现前 善意并开的时候 又开始复活 这样不断地感受 那么我们这个发愿 也是像我的这种善根 就是愿这些综合地狱当中的众生 全部都获得解脱 而且这些综合地狱的话 全部都变成了 像极乐世界 还有红色铜山 以及东方流离世界的 佛陀的庄严的宫殿 让地狱的众生 在那里面享受佛法的快乐 从此之后 连痛苦的名称也是得不到 就是应该转生到这样的地方 从这样的发愿 但就留意了这样 可是 roll的 还是那个它那个的吗 就是进面 recognised的 可以堪想到自己童lear 再��二墙主的闪力 就是把 tomar 桥匰来索 点击 Jak把不行 对面那里面浩оме 还是变得点 unfair 会不会创变さ Bueno 但是我说我们都听し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还有地狱当中 刚才我讲的汉传佛教的经典里面也是这样的比较多 比如说很多的众生在基层当中 你在会共的时候 你大家聚会的时候互相吵架 互相打架 或者是父母也好 金刚道友天天都是用甚至把锅和碗来开始打 这是非常愚痴的一种行为 所以这样的诚恳心 这样导致到时候来世就变成到地狱里面 所有的当时你一举手你要想拿什么东西的话 以地狱众生的业力先进来 比如说你想拿刀子的话 不需要到处去找 地狱众生一想拿的时候 空中马上你的刀子已经出现了 那你要想拿枪的话 这样一成熟枪已经马上有了 所以所有的地狱 很多的恶缘不可思议的 因此它这里的盐浆 什么燃烧的石头 还有冰浆 全部都是降在地狱众生的身体 就像降雨一般的 然后你的身体切成一块一块的 非常可怜 全部变成垂片 那么我们这个发愿 如今也是在这样的地狱当中 有无数的众生在受苦的 然后通过菩萨的发愿力和菩提心的威力 现在正在受苦的这些众生 愿他们获得解脱 这些降下来的所有的冰淇淋 就像是世尊 当年成佛的时候 很多外谋的对他射见 全部变成现化一样 变成化欲 不但是对他没有任何损害 而且整个周围都是 就发出扑鼻的分享 应该这样来观想 同时我们也应该发愿 让这些众生的所有的真心 全部都变成现化 然后互相本来是用兵器来砍杀 但是通过我们菩萨的发愿力 全部都变成花朵 就个人感谢宝费 你得了吗 你得了吗 你们不再好吗 那很明显 不知道 我可以拿一个方式 在哪里 再给你 那代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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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地狱里面出来的众生 看见外面的地方 也有非常愉耳的美丽的环境 然后到那里的时候 你的身体全部都是称在各种不经分变满的地方去 那么在这里也感受无边的痛苦 还有一个叫做乌坦河 乌坦河一般忠赢众生要过着这一条河 过着这一条河 尤其是你以前做生意 以前你是特别向往一些财物 还有一些杀害水里面的动物 吃鱼 这种人很容易在乌坦河当中感受痛苦 那么看起来这是非常清凉的水 潺潺不息很好看的 那你到了那里的时候 整个药一下全部称在里面 原来不是这样的清凉水 全部是燃烧的开水 整个地狱众生的身体全部都弥烂了 全部烧得较烂了 就像我们高雅锅里面炖肉 最后把骨头都开始出来了一样 那么地狱众生在水里面 而且还有当时原来他吃过的这些水生动物 海峡也好 鱼也好 然后青蛙也好 这些活活地开始吃着你的身体 那个时候特别想出来 想出来的时候 在两岸有很多可怕的物 可怕的铁钢 还有一些烟螺族 拿着各种各样的兵器来开始吹它 不能出来 之后在这个河里面 有反反复复的不断地受过 所以武当河里面的众生 也就具体的这种痛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然有什么地方ρη目的 所以我已经有想到这种对签创作的 很高兴趣 这个是北京的腻多周边 这些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如今也是在这样的地狱当中感受痛苦的众生是无量无边的 一方面是寂天菩萨他说 以我的佛道他造《入菩萨行论》的佛道 然后同时把我们的善根也是综合回向过 然后我们也想我们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闻思《入菩萨行论》 以《入菩萨行论》为主的我们每天所作的这些善根 回向地狱众生和以及五坦河当中所正在感受的这些痛苦的众生 愿他们所有的苦果和苦因全部消除 而且这样的五坦河里面的众生都得到了天人的圣体 愿这些天界当中 愿这些地狱里面的所有都变成获得天生 而且原来的五坦河全部都变成缓缓悠然的这种游戏 就变成了跟天人 天女 全部共同享受的一种美乐 一种快乐 应该这样想 所有的人间的地狱也好 然后我们世间的这些地狱全部都变成了 我们在世间当中最快乐的就是天界的 像天界那样的世界 大家都是获得了圆满的果位 应该这样回向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